看看新闻吧 赴各个学校挑选一个班级 与学生们共同生活五天五夜 训练出20人21组防腿跑队伍 迎战其他参赛队 最终6个班级队奔向上海 参加学运会开幕式 与全国34个省级名校强队 和两支网络直通队展开三场决赛 决出9支队伍参加总决赛 决出史上最快初中班 此次杨明夫妇参与的 我们一起来九拳站的拍摄点 是九拳那时 姚基金特殊教育学校 在与这些特殊学生 朝夕相处的五天中 除了训练的困难 姚明更多感受到的 是这些残障孩子们 所带给他的触动 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最大的感触 是和这帮孩子去接触 欺负的孩子 而且他们特别是 他们都是特教的 特教学校 他们的训练难度也好 他们的三难度 都远远超过我们的一所想象 我们有很多的那种特教老师 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些挑战 最后他们也是非常圆满地 达成了他们的目标 特别是他们是唯一艺术训练 对比赛的成绩训练 就提到了这个几秒 在九拳站的训练场上 相对于姚明纯粹的教练 叶丽还承担了像妈妈一样的角色 对于叶丽的首秀 姚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这几年都在家里生活 所以很多时候都比较平平淡淡的 比较低调的 可能像相当中的时候 在训练的时候 在那种训练的时候 突然发现当年赛场上 他有的就是比较张扬 胆子很大 然后嗓门也很大 对挺有意思 对挺有意思 感谢观看